这部剧被无数网友评价为完美的神剧 第一季刚上映 直接冲到了9.3的高分 它像绝命毒师一样高开高走 一共6季每季的评分都高得离谱 让看过的万千网友都对这部剧赞不绝口 甚至还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比绝命毒师强一个西部世界 它就是绝命毒师的衍生剧《风骚律师》 故事开始于索尔认识老白的6年前 那时候索尔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新手律师 每次开庭前他都会躲在卫生间里反复演练说辞 这天有个大客户找到索尔咨询 县政府有160万美元的公款不翼而非 男人作为财务主管会是警方调查的第一对象 为了保险起见索尔建议夫妇二人 雇佣自己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 就在男人即将签字时被妻子拦了下来 他们决定回去再考虑一下 回到自己在西角房后面的小办公室 索尔看到一张由全美最大律所 寄来的26000美元支票 他毫不犹豫地把这张支票撕碎 这是对自己哥哥查克最大的侮辱 这个律所当初是查克一手创建的 现在因为他身患怪病而无法正常工作 其他的合伙人却想用这点钱把查克赶出去 索尔提出要对方赔偿哥哥至少1700万美金 他们认为索尔没办法代表查克的想法 于是这次谈判依然没有结果 更让索尔愤怒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大客户 居然跑来这个律所进行咨询 回到家后索尔就劝说查克退出律所 把他所有的股份都兑现 现在索尔的收入没有能力来养活两个人 但查克却坚信自己的病迟早会好的 如果自己宣布撤出股份 那律所就会解散 到时里面工作的人都会失业 并且合伙人承诺 每周都会给他800美元来补贴家用 更让索尔不能接受的是 对方居然让他换个律所名 只因为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的很香 就连哥哥都赞成对方的想法 他们简直欺人太甚 索尔决定要把之前的客户抢回来 第二天他找到前几天碰瓷自己的筷子兄弟 告诉他们如果碰瓷有OG的话 那自己就是祖师爷 想赚钱的话就按照他说的来做 于是索尔为了抢回客户 制定了一个完美的碰瓷计划 他让筷子兄弟记住眼前这辆旅行车 车主其实就是昨天的夫妇 每天下午两点半左右 他们都会经过这个路口 筷子兄弟只要按照以往的套路安全碰瓷 剩下的就交给自己 索尔会假装碰巧路过 装作不认识两人 凭借自己律师的身份 顺利解决掉麻烦 从而获取客户的信任 这样自己就可以顺利成为他们的代理律师 但让索尔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 居然出现了意外 筷子兄弟在成功碰瓷之后 对方并没有像平常一样 下车来处理事故 而是一脚油门直接跑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连索尔自己都懵了 还好筷子兄弟足够给力 他们赶紧追了上去 一路尾随对方 并告诉索尔对方行驶的方向 这时反映过来的索尔开心急了 因为肇事逃逸 可是重罪 于是索尔开车寻找兄弟两人的踪影 很快就在一个房子前 看到两人的滑板 索尔急忙下车 想要敲开对方的门 此时的索尔并不知道 就是这场意外 完全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 虽然图库是个毒贩 但他也是个大小子 这天奶奶回家 居然说自己刚刚开车撞了人 就是后面这对筷子兄弟 屠库一眼就看出 对方就是碰瓷的 他轻声把奶奶哄上楼 让他先刷刷抖音 等奶奶进屋后 屠库都没听筷子兄弟在说些什么 直接拿起奶奶的管杖 两下就把他们放倒了 屠库还在处理地盘上的血迹 就发现索尔又找上门来 他怀疑索尔的身份 担心对方是警察 幸亏索尔应变能力极强 连忙解释道 我们只是认错了人 这一切都是误会 只要放我们离开 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索尔三言两语 就说服了屠库 屠库带他来到车库 刚想放他们三个离开 筷子兄弟就把索尔出卖了 直言就是索尔 指使他们跟踪奶奶的 听到这屠库改变了主意 他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对方肯定是警察 于是他喊来同伙 把三人带到了荒郊野外 索尔把事情的经过 和屠库说了一遍 他就是想通过碰瓷 成为那对贪污公款夫妻的律师 没想到奶奶的车和对方的喊像 结果才碰错了人 屠库认为索尔并没说实话 于是拿着刀继续逼问 他到底是什么人 没想到索尔居然说了一句 这么假的谎话 恐怕只有屠库才不相信 可同伴却看出了索尔耍的花招 他那样怎么可能是特工 决定亲自揭穿索尔的谎言 上前问道 那你说说我们是犯了什么罪 索尔哪里知道他们是毒贩 于是又开始继续下边 同伴拿起剪刀警告索尔 再敢说一句假话 就弄死你 无奈下索尔承认 刚才都是自己临时编的 只是为了保命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律师而已 见他说了实话 同伴建议屠库把三个人放了 毕竟杀了一个律师 会惹上不小的麻烦 可筷子兄弟对自己的奶奶不敬 这是不能这么算了 最后两人决定放索尔离开 然后干掉筷子兄弟 就在屠库要动手时 索尔拦下了他 开始编造筷子兄弟家庭穷苦的故事 并在这过程中不断奉承屠库 夸赞他是正直正义的化身 可以像法官一样来给他们量刑 很显然屠库很受用索尔这一套 在索尔不断的努力下 屠库同意打断每人一条腿作为惩罚 从这之后索尔决定不再堕落 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取更多客户的信任 索尔开始每天都守在法庭里 为各种走投无路的人做辩护律师 为了一个孩子能从轻量刑 每天都缠着法官 尽管索尔这么的努力 却仍然没有换来更多的客户 回到办公室 电话里还是没有一个客户的留言 直到这个男人的出现 再次让索尔的人生离犯罪更进了一步 图库的同伴找到索尔想让他帮个忙 只要他提供出那对贪污夫妇的信息 就可以获得10%的中介费 索尔承认之前是自己一时糊涂犯了错 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事 他见索尔直接回去便警告他 不许和任何人提起这事 随后写下自己的电话 让索尔考虑好随时打给他 晚上索尔一直担心那对夫妇的安全 良心告诉自己他必须得做点什么 索尔拨给自己的前女友金 他现在正是那对夫妇的代理律师 索尔旁敲侧击地告诉他 这家人可能会有危险 紧接着他就一时自己说错了话 也忙挂掉电话 深夜索尔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最后他还是决定亲自打给那对夫妇 他抽出卫生纸内的硬直筒 在上面套块纸做了个简易的变声器 来到郊外的公用电话亭拨通夫妇的电话 提醒对方可能随时都会有危险 可套着纸筒 对方完全听不清他说些什么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索尔直接大喊道 这时夫妇终于反应过来 他们慢慢地向窗外望去 大门口居然真的停着一辆货车 果然第二天 这对夫妇和两个孩子就凭空消失了 窝内被洗劫一空 警察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绑架案 很快索尔就被叫到了警察局 警察指着里面的人说 他说你是他的律师 你进去沟通一下吧 进去后索尔才发现 这不是徒库的同伙吗 他赶紧询问对方 你把他们一家人弄到哪去了 他们还活着吗 然而让索尔没想到的是 男人却说不是自己干的 那天晚上他只是去踩点的 还没来得及动手 他们就失踪了 如果索尔不赶紧把自己弄出去 警察万一查到男人其他的声音 索尔要求重新勘查犯罪现场 他们一定漏掉了什么重要的线索 果然索尔在房间内发现了问题 所有照片里女孩都抱着的洋娃娃 居然也消失了 世界上是没有一个贼 会去偷这种东西的 于是索尔猜测 警察认为索尔是在为男人开脱罪名 而在这胡扯 但很快故事就又发生了转折 老麦克居然相信索尔的猜测是对的 并且提示他 通常这种情况下 他们都不会跑远 一般就藏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附近 于是索尔再次回到那对夫妇家里 这次他偶然间看到院子的角落里 有一个后门 经过索尔几个小时努力地寻找 终于在山后的密林中 找到了失踪的一家人 索尔要求夫妇立马下山回到家里 告诉警察 这一切都是误会 他们只是临时决定去露营 现在已经有人因为他们的失踪被抓 而这对夫妇却不管那么多 他们直接拿出十万美金当作封口费 希望索尔不要将男人贪污公款的事说出去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在向自己行贿 作为一个正义的律师 索尔怎么可能接受 于是建议对方雇佣他做代理律师 那这些钱就是名正言顺的律师费了 可夫妇的一句话 让索尔的心彻底凉了 索尔真的没想到 自己努力做公社律师的结果居然是这样 于是他决定好好利用这笔钱来经营律所 首先索尔就来定制一套高级西装 衣服必须是特级羊毛的 纽扣必须是高级珍珠母的 然后花大价钱买下了一整块户外广告牌 上面的所有的内容都和哈姆公司的广告一样 更过分的是这块广告牌 就在哈姆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这就是在向自己宣战 哈姆也毫不示弱 直接把索尔告上了法庭 但这次不管索尔怎么哭穷卖惨 法官大人都不买他的账 命令他48小时之内 必须把广告牌撤掉 索尔气愤不已 决定要找媒体来报道此事 可是他打败了所有媒体的电话 压根就没有记者对这种事感兴趣 就在索尔要放弃时 一个新墨西哥大学的学生 让索尔心生一计 既然没人愿意报道 那他就自己来 索尔花钱过来两个新闻专业的学生 让他们帮忙拍摄视频 好发到网上 就在索尔在镜头前 一本正经的卖菜时 后面拆除广告的工人 却突然发生危险 索尔健壮奋不顾身的就冲了上去 他没有丝毫的畏惧 一心只想救人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工人拉了上来 而路过的行人也全都掏出手机 把这感人的一幕拍了下来 可工人刚上来的第一句话 不是道谢 而是问索尔你动作怎么那么慢 原来这一切都是索尔提前设计好的 不出所料 他成了市民心目中的英雄 各大电视台开始争相采访他 这也让索尔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终于开始有客户主动找他做咨询 他有个最特殊的功能 就是可以说话 只要你一拉臭臭 他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这就是索尔街道的第一个奇葩客户 他发明了一款能教儿童上厕所的马桶 但索尔却不这么认为 这种东西只有变态才会发明出来 没点特殊爱好 谁会买这种东西 男人觉得索尔的思想过于肮脏 这智能马桶是专门针对儿童研发的 结果索尔就被男人赶出了家门 索尔又来到第二个客户家里 住着这么大的别墅 估计是个靠谱的客户 老头在电视里看到索尔的事迹 很是欣赏他 想让索尔作为自己国家的律师 前提是帮他先从美国的国土中独立出来 他要成为美国中的梵蒂冈 虽然听着就不怎么靠谱 但索尔为了赚钱还是一口答应下来 男人直接支付索尔50万作为定金 剩下的50万等到事成之后补齐 但索尔万万没想到 男人给的钱不是美金 而是他自己刚刚发行的货币 索尔真是哭笑不得 这一天过得简直精彩无比 最后一个客户是一位老奶奶 他找索尔来是想让他帮忙立遗嘱 索尔凭借出色的口才把老奶奶哄得十分开心 但他没想到这份遗嘱要分的不是家产 而是桌子上的这一堆瓷娃娃 索尔见状立马说出立遗嘱的服务价格 一共需要支付140美元 老奶奶二话没说拿出钱包就给了索尔 虽然钱不多 但却是他今天的第一笔收入 晚上索尔喊来钱女友金 一边给他涂交指甲 一边诉说着这一天的悲惨遭遇 听到索尔一天能为两个老年人服务 金建议他应该专注于老年人的市场 他们更需要有人为自己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聪明的索尔真把劲的话听进去了 第二天就推着一车零食来到一家养老院 索尔在每个果冻盒下面都印上了自己的广告 要立遗嘱吗 找索尔 就这样索尔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花言巧语 成功拿下了养老院里的老人们 于是索尔开始向身边所有老人推销自己 就连收听车费的老麦克都没放过 可让索尔没想到的是 这个办法居然出奇地奏效 第二天自己就接到了老麦克的电话 但却不是委托他来立个遗嘱 而是让他帮助自己调查一件凶杀案 老麦克被以前费城警局的同事找来 希望他配合调查几个问题 但老麦克似乎对二人的敌意很大 在他的律师没来之前什么都不肯说 等索尔来到警局之后才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老麦克之前在费城做了30年警察 而他的儿子马特也是一名警察 就在9个月前 马特在一场抓捕行动中不幸死亡 当时和他同时执行任务的两个人 最近也被人残忍杀害了 警方推测这很可能是同一伙人干的 而更让他们怀疑的是 就在两个警察被害的当晚 老麦克见过他们 第二天出事后 他就从费城离开了 这让他们猜测或许老麦克知道些什么 但老麦克却一口咬定 那天晚上只是在酒吧见过两人 而且和他们也不是很熟 很遗憾没能帮上忙 准备离开时 索尔故意把咖啡撒在警员身上 老麦克帮他擦拭的同时 顺走了记录口供的本子 他需要知道警方现在到底掌握了多少线索 其实那晚 老麦克是在酒吧里遇见了那两个警察 想想自己死去的儿子 再看看他们得意的神情 老麦克上去咬着牙和二人说道 其实马特被杀就是这两个人干的 他们私下收取黑帮的贿赂 马特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 两人又担心会被揭发 于是他们杀害马特并伪造了现场 深夜喝得醉醺醺的老麦克正往家走 那两个警察却非要送他回家 不等他同意就把老麦克塞进车里 还把他随身的武器拿走了 他们开车来到一处无人的角落 两人怕事情败露决定干掉老麦克 就在他们还在研究怎么伪造现场时 老麦克异常清醒地举枪瞄准了二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事先设计好的 在去酒吧之前溜进他们的警车里 藏好手枪 然后故意说出实话 让两人对他动杀心 再装罪让两人消除对自己的戒备 就这样老麦克亲手为儿子报了仇 老麦克在口供本上得知 是儿戏报的警后 来到他的家里说出了事情真相 其实费城警局里大部分人都不赶紧 但马特是个好警察 政治勇敢 不随波逐流 可在得知老麦克也做过类似的时候 马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一直以自己的爸爸为偶像 尽管最后马特听取老麦克的建议 接受了同伴的赞款 但对方依旧不信任他 结果两天后 马特就被杀害 听到这儿戏终于猜到了 那两个警察的死是怎么回事 老麦克也正是因为儿子死的愧疚 想要把最好的一切都留给孙女 才会后来接触到炸鸡叔和老白等人 索尔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养老界混得越来越好 生意也是蒸蒸日上 索尔决定租一个宽敞明亮的办公室 还特意带着前女友金 来参观自己未来的公司 并且想邀请他成为自己的合伙人 但金拒绝了索尔的好意 他暂时还没有换工作的想法 就在一切即将要好起来的时候 那对夫妇再次找到了索尔 希望他可以成为自己的代理律师 索尔纳闷对方为什么突然找到自己 他躲到卫生间 给前女友打去电话才知道 金为了他们的案子和检察官争取协商处理 最后对方要求夫妇归还160万美金 并且男人需要扶16个月的监禁 不然的话就要起诉他们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夫妇不利 如果闹上法庭 那男人将面临的是30年的监禁 可这对夫妇不仅不听取他的建议 还解雇了金 他们仍然认为这些钱是自己应得的 得知实情的索尔建议夫妇听从建议 按照金说的来做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可这对夫妇的头不是一般的铁 坚持认为这笔钱是男人辛苦赚来的 无论如何都不想归还 夫妇直言威胁索尔 别忘了当时你也拿了钱 他们要求索尔必须成为他们的代理律师 无奈之下索尔连夜翻查卷宗 希望能在里面找到些对夫妇有利的证据 就在他快绝望时 索尔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把之前剩下的赃款交给老迈克 在上面做好标记 放在院子里的玩具车上 等男人到垃圾时发现了这捆钱 他还以为是两个孩子淘气 不小心把藏的钱拿出来玩 训斥他们过后 妻子上楼把钱放了回去 等到夜深人静 这一家人都睡着的时候 老迈克悄悄来到房间里 在紫外线的照射下 老迈克顺着女人留下的痕迹 很快就找到他们藏钱的地方 把所有的钱都拿回去交给了索尔 索尔把最近赚来的放进去补足赃款后 要老迈克帮忙把这些钱归还给政府 第二天索尔来到投铁夫妇家里 告诉他们贪污的公款已经被送回去了 这把他们直接气得够呛 还嚷着要告发索尔 索尔却说你可以报警 我们都会被抓 你们的孩子从此就会成为孤儿 于是投铁夫妇认命了 他们接受了之前金的建议 索尔将夫妇送去金那里之后 独自一人来到刚准备租下来的办公室 这一刻 他觉得老天像是和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发现完之后 索尔不得不鼓起勇气重新面对生活 就在几天前索尔来到一家养老院 像往常一样 给这里的老人提供法律服务 但这位老奶奶却囊中羞涩 找遍全身上下也只有43美元 他向索尔保证 下个月拿到津贴就给他寄去 这引起索尔的好奇不解地问道 这津贴是怎么回事 老奶奶告诉他 自己的社保和养老金都由养老院保管 他们在扣除每个月的费用后 会给自己发放500元的津贴 索尔查看老人的协议发现 面金纸居然要14美元一盒 就连一盒止痛药都要22美元 虽然单项数额不高 但是加起来钱就很多 这明显就是一家专门坑老人的黑店 而对方也发现了索尔的异样 开始偷偷销毁一些证据 为了制止对方的行为 索尔躲进厕所里 奋笔集书写下了一张律师函 可还没等索尔说完 他就被保安扔了出去了 为了搜集更多的证据 索尔来到养老中心外的垃圾箱 翻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他们白天粉丝的文件 他把这些文件带回家 开始一条条的拼凑 整整一页都没拼出来一张完整的单据 幸亏查克的帮忙 才勉强拼凑出来几张 其中有一张单据 就足以告到这家养老院 查克提出想和索尔一起合作这个案子 索尔激动的紧紧抱住哥哥 这是他第一次认可自己 但很快两人就遇到了麻烦 这家养老院是个连锁机构 在全美国有12家分店 他们请来最好的律师团队对付索尔 提出想用10万美元的赔偿 来解决这事 一半给老人 一半给索尔 没想到查克狮子大开口 上来就要2000万美元 听到这个数字对方扭头就走了 查克建议索尔把案子交给哈喉的公司 这起诉讼涉及多个州 还是个集体诉讼案 光靠他们两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索尔也没多想 毕竟公司也是哥哥的 他一口答应了下来 但让索尔没想到的是 查克居然摆了索尔一道 第二天索尔和哥哥一起回到公司 整个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哈姆会提前支付索尔的律师费 等到诉讼结束后 再给他总金额的两成 最后索尔提出要求 他想来公司上班 可哈姆直接拒绝了他 可以合作 但公司是绝对不会雇佣索尔的 索尔十分不解 这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案子 为什么对方会拒绝自己的这个小要求呢 于是索尔和查克爆发了争讨 这时他才知道 原来哥哥一直都看不起自己 凭什么他靠着野鸡大学的文凭 通过自学就可以拿到律师资格证 和自己成为同事 原来在哥哥眼里 索尔一直都还是以前那个风流几米 不管他怎么努力 都摆脱不了哥哥对他的成见 好既然这样 那我就变回那个风流几米 保安老麦克这天接到儿媳电话 想拜托他后天帮忙照顾一下小孙女 自己最近工作太忙了 自从丈夫死后 他们母女过得一直很拮据 靠着他的抚恤金才能勉强度日 于是老麦克决定再次出山 想赚些外快来补贴这位母女 他找到了当地的黑市兽医 希望帮助自己联系一些工作 很快老麦克就接到了第一份工作 这次的任务是保护一个平民 可任务看起来似乎有些难度 对方居然一次性雇佣了三名保镖 其中一人见老麦克又矮又小 便开始质疑起了他的工作能力 故意挑衅老麦克想让老板解雇他 把佣金分给其他两人 此时他还不知道 要为自己的物资付出多大的代价 老麦克一下就把男人打得倒地不起 随后把他身上所有的武器都拿了出来 然后问道 一个保镖已经没有行动能力了 另一个被吓跑了 现在就只剩下了老麦克自己 来到郊外的一处废弃工厂 男人告诉老麦克这次自己要和毒饭做生意 但他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不仅没经验还十分紧张 于是男人向老麦克请教 等会和对方见面后 自己该说些什么该怎么做 等对方来了后 男人开始按照老麦克教的 先向对方要来钱 然后躲在后面开始和对金额 可发现这里面居然少了20块钱 对方见老麦克是个不好惹的人物 于是又乖乖掏出20美元 这才顺利完成交易 回去的时候男人问老麦克 为什么对方会乖乖付钱 原来老麦克来之前就做过详细的调查 刚才买货的人是一个毒饭的小弟 这次是他被这同伙干的 所以对方也不想惹是生非 否则很容易被他的老大发现 并且老麦克劝告男人赶紧收手 他不适合坐这行 老麦克为了赚钱开始陆续接受各种任务 而在一次任务中 使他意外结识了炸鸡叔 索尔的真名其实叫吉米 之前一直生活在芝加哥 年轻的索尔每天都不务正业 主要靠行骗为生 和好朋友的默契配合 让那些外地游客吃尽了苦头 没过多久 索尔就因为芝加哥天窗事件 铛铛入狱 并且被人栽赃上很严重的罪名 走投无路的索尔只好找来大哥查克帮忙 他是当地出名的大律师 他一心只想着让大哥赶紧把自己弄出去 但索尔这副吊了铛铛 有嘴滑舌的样子 让查克被他很是不满 自己的弟弟五年不见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于是大哥答应可以把他捞出去 但是出去之后必须留在自己的身边 就这样 索尔出狱后匆忙和他的好兄弟告别 就和大哥查克一起搬到了西莫西哥州 在他的律所里做起了文职 每天的工作很简单 就是帮这些办公室的精英抒发快递 聪明的索尔利用业余时间读了业打 并且还自学了法律知识 他也想成为像大哥一样被人敬重的律师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索尔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拿到了律师执照 开心的和女友金分享这份喜悦 随后又来到大哥的办公室 告诉他了这个好消息 索尔希望等执照下来后 他也可以加入律所和大哥一起工作 但大哥并没有立即答应他 而是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 自己会和其他合伙人商量一下 很快哈姆就找到正在庆祝的索尔 上来就称赞了他一番 就在索尔以为他即将走上人生巅峰 迎娶白费美食 哈姆的一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后来索尔离开了大哥的公司 成立了属于他的小律所 虽然日子过得苦 但是索尔一直满怀希望 直到养老院的案件 他才发现 原来一直阻挠自己的 居然是他的亲生大哥 哥哥的成见 变成了压死索尔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接受了哈姆之前提出的合作条件 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索尔决定回到芝加哥 再次成为以前的那个风流吉米 索尔和他的好兄弟 又干起了以前的勾当 他们满嘴谎话 欺骗着各种形形色色的游客 一夜春宵 就这样两人疯狂潇洒了一周 直到索尔再次打开自己的手机 发现里面有很多老人的留言 话语中 索尔能感受出他们对自己的需要 是时候盖回去了 兄弟求索尔在临走之前 再陪他干一票 但索尔怎么也没想到 就是这最后一次 却搭上了好兄弟的性命 他心脏病突发突然就离世了 走之前只留下了一句话 就这样索尔最好的兄弟也离他而去 在他的葬礼上索尔接到金的电话 哈姆的公司无法独自完成老年诈骗案 他对索尔很感兴趣 希望他可以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等索尔如约要和对方见面时 他突然又犹豫了起来 这一切真的就是自己想要的吗 恐怕不是 自此属于罪犯们的保护神 提供犯罪一条龙服务的风骚律师 就此诞生